在魏国西河地区 魏斯魏子夏建立学堂 天下世人蜂拥而来 西河学派诞生 当时的大才 都在新生门下 魏人李徽 魏人断肝木 子贡的弟子田子方 一个世人 一个君主 一个学派 共同开启了新时代之门 李徽平民出身 是子夏的学生之一 魏斯任用李徽 开始在魏国 大张旗鼓的改革 李徽 从今年起 所有公事和大族的爵位 不再世袭 有公者受决 什么 君上 爵位世袭天经地义 不能说变就变哪 君上 不能说变就变哪 君上 君上 不能说变就变 变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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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徽 李徽 继续 从今年起 公事和大族的俸禄 不再发放 什么 这 这可怎么办呢 这真是极有自己啊 这真是 君上 没有了俸禄 我们可怎么活呀 是啊 君上 我们俸禄 怎么活呀 去打仗 去立功 就能活得很好 这伙 攻打终身 谁做将军呢 岳阳 岳阳 何事 君上 自古将兵者 非大夫莫属 岳阳乃一界平民 不可呀 君上 不可呀 不可呀 君上 不可呀 不可呀 君上 不可呀 天已经变了 莫属传统 魏国没有出落 变法才能图强 君上 小臣发誓 一定攻下中山 岳阳 寡人相信你 活力空前的魏国 发动了第一场战争 战争的指挥者 就是一个平民 岳阳 取消贵族世袭的特权 将贵族的土地 分给平民 无论国籍和身份 以才华和贡献 获取名利 自周天子以来六百年 僵化的等级社会 第一次被打破 数量最为庞大的 平民阶层 有了上升通道 一直被压抑的能量 如火山一般 喷涌而出 岳阳用三年时间 以铁血之勇气 一举攻灭了中山国 来 喝酒 攻灭中山 室内大功 寡人再敬将军 一 一战而灭国 在小尘之前 能有几人呢 玉阳 喝酒 军上 岳阳喝多了 除了将军 还有谁能攻灭中山呢 非岳阳 无人能攻下中山 岳阳是紫下的学生 为了攻灭中山 岳阳拾其子之肉羹 工业之心 完全碾压人伦之情 将军在中山三年 指责将军的信件堆积入山 都没地方放了 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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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野之人说 将军能吃儿子的肉 谁的肉不敢吃呢 军上 军上 岳阳 知罪了 岳阳 魏斯的眼光超越了时代 因此能够激发世人的力量 他深谙人心 因此可以驾驭这些 不无邪恶的大财 人坐 快 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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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华人是什么样的君主呢 诸位 请直言不讳 人君呢 人君呢 是啊 是人君呢 人君呢 这是人君 对 人君 是啊 人君 人君 君上 得到中山 没有封给弟弟 却封给了儿子 这 怎么能说 是人君呢 人做竟然指责寡人 人做竟然指责寡人 小人听说 只有人君才有职臣 人做说话直率 君上 当然是人责寡人 当然是人责 寡人失礼了 我 扛车员至南门者 君首赏上等住宅 扛车员至南门者 君首赏上等住宅 扛车员至南门者 君首赏上等住宅 哪有这样的好事 君首骗人 这谁会信 是啊 哪有这样的好事啊 君首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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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谁会信啊 小谁骗人 君首骗人 骗人 君首不会骗人的 君首不会骗人的 这不傻子吗 就是啊 这傻子傻子嘛 还相信 君首说这话你也相信啊 这谁会信啊 傻吧 这还真确啊 这傻子才信哪 傻子吧 傻子吧你 傻子啊 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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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 傻子 无起是一介平民 也出自西河学派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大头 上大头 上等住宅一坐 真的 他不仅杀契 而且不孝 恶名传遍天下 但魏斯独具慧眼 任命无起担任举足轻重的西河郡守 这是一个略不适出的大财 乌河之众惊他之手 能够迅速蜕变为令人生畏的力量 我要攻打秦国的港庭 冲锋献阵者做大夫 赏上等田地 一个是山后城门口集合 好 什么事 军手要打秦庭赶紧去拿武器 走 走 走 武器是一个罕见的军事天才 战国一事 只有白起和王俭 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在西河 武器打造了驰名天下的魏无族 快 这支军队身体强健 纪律严明 其强悍程度一时无人能抵 快走 快 公元前四百零四年 魏司作为统帅 率领魏赵涵三家军队 攻入齐国长城之内 齐康公投降 公商不必担心 魏司不要齐国的土地 魏司要见天子 有劳工商了 公元前四百零三年 魏司脅迫齐康公 在洛伊朝见周天子 周天子正是分封 瓜分了晋国的三大家族 魏赵涵为诸侯 开始吧 为师为司 即日起封爵为侯 赵氏赵集 韩氏韩前 即日起封爵为侯 李治的春秋结束了 以实力论英雄的战国时代 就此拉开了序幕 这些晋国大夫 简直无法无听 大王 今非西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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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的更很好啊 一人来一语如何 寡人老了 魏国该有一个相邦了 李贵 是一座相邦呢 公子诚 该座相邦 大王 相邦之位 事关设计 请大王三思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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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人累了 你们也回去歇息吧 魏斯 史称魏文侯 他重用世人 开变法之先河 魏国因此而成为 战国第一个霸主 然而 魏斯最终放弃了 平民出身的宅谎 伟人弟弟魏成为相邦 从内心深处 他对平民出身的世人 仍旧不能完全信任 没有人想到 这个决定 预言了魏国一百多年 波鬼云厥的命运 先生为何这样傲慢 我为何不能傲慢呢 富贵之人傲慢可以理解 贫贱之人有什么傲慢的资格 国君傲慢 将会亡国 大夫傲慢 就会失去封定 贫贱之人傲慢 又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 不合心意 穿上鞋子就走 哪里得不到贫贱呢 驾 田子方是西河学派的中流砥柱 文侯尊为导师 但是在文侯的儿子魏姬眼里 田子方还是贫贱之人 在西河担任郡守期间 吴齐连败秦军 五万卫武族 曾经重创五十万秦军 黄河以西地区 静归魏国 秦人因吴齐不敢向东而望 天文 大王 从今日开始 你做寡人的相邦 魏文侯之后 魏姬即魏 这是魏武侯 吴齐是典型的世人 是功名为一切 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做相邦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将军有何事啊 统帅军队开疆拓土 我强还是你强 你强 秦国不敢入侵 韩兆不敢妄动 我的功劳还是你的功劳 你的功劳 可为什么做相邦的人是你 国君刚刚即位 大臣不服 百姓不富 如果你是君主 朝政托付给自己人 还是外人呢 吴齐明白 平民出身 加上功高盖主的嫌疑 他很难获得相邦之位 靖将军 黄帝 这家的酒怎么不好 这是一出事先设计的戏 唯一的观众就是吴启 公书楚是魏国的贵族 魏武侯的第二任相邦 他想将吴启赶出魏国 你竟然说国君家的酒不好 国君家的女人性格薄烈 得罪不起啊 这是好事 好事 将军孤身一人 姐姐正好寡居在家 不知将军心意如何 将军在犹豫什么 吴启秉性孤僻 不敢高攀 将军什么意思 看不上国君家的女人吗 吴启意识到 自己失去了新国君的信任 离想之门已经关闭 他离开了魏国 去了楚国 魏国就这样 失去了一个惊天伟地的大财 战国时代 世人只重功名 没有家国一事 几年之后 做了楚国相邦的武器 带领储君穿越黄河 攻打魏国 重创卫军 大王 人寿有命 谁能不死 想帮走后 寡人向谁请教呢 我有一个随从 叫公孙杨 年纪虽轻 但有奇才 大王可用此人 公孙杨 寡人没有听说过呀 大王如果不用此人 请我马上杀掉 千万不可让我离开 否则魏国必有后患 相方放心 寡人记住了 安心养身吧 大王 大王 谁是公孙杨啊 公孙杨啊 公孙杨 大王 小王 小王 另外 大王 云发 大王 Electric 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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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伦 我刚才跟大王说 要么用你 要么杀你 你是我的随从 我现在劝你赶紧离开魏国 相邦放心 大王既然不肯听你的话用我 又怎会听你的话杀我呢 走吧 走 武器之后大约三十年 经公输措之手 傲慢的魏惠王 又放走了这个叫公孙央的人 冥冥之中 魏国亲手为自己 挖掘了一个又一个陷阱 几乎在同一时间 齐国人孙殡 受上将军庞涓邀请 来到魏国 孙殡没有料到 这是一个卑鄙而残忍的阴谋 上将军 上将军 卑鄙 你不薄 为何要暗通齐国 这一定是有奸人加害于我 上将军切勿上当啊 政绩确凿 哪里来的奸人 上将军 是 来人 等我告诉君上 再行定罪 少将军 一定是有贱人 一定有贱人 少将军 一定有贱人 少将军 一定有贱人 庞娟 我喝醉之忧 我喝醉之忧 魏惠王时期 魏国与齐国争霸 庞娟担心 才华横溢的孙并 被齐国所用 危害未过 我喝醉之忧 我喝醉之忧 你啊 不要咬碎了 庞娟没有料到 他的残忍 将带来 什么样的结果 庞娟没有 残忧 不能行礼 请先生 谦良 残杀的庞娟 如此残忍 带我回齐国 大恩 顶当好报 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 孙并逃回齐国 适逢齐国 如日中天的国事 重度残疾的孙并 作为军师 开始复仇 公元 公元前三百五十四年 孙并唯未就诏 在桂林打败庞娟 公元前三百四十一年 孙并剑造幼敌 在马林歼灭十万围军 走投无路的庞娟自杀 你们都出去 我和公子叙叙旧 许久未见 公子一向可好 先生是个大才 只可惜离开了魏国 魏王眼里没有我公孙秧 秧只能来秦国 在魏国 公子一直善待我 秧感激不尽 来 饮酒 公孙秧 你这个骗子 兵者鬼道也 手段不重要 为结果是之 对不住公子了 公孙秧 你这个骗子 快点 公孙秧 魏达目的 不择手段 这是公孙秧的逻辑 也是大多数世人的逻辑 马林之战后一年 被魏国放走的公孙秧 诱骗魏国公子魏昂 大败魏军 公孙秧即殤阳 商鞅 商鞅变法是秦国走上了霸主之路 而魏国成为了第一个牺牲品 有人这样形容战国时代世人的影响力 一路而诸侯聚 安居而天下息 而商鞅的作用远大于此 他几乎主宰了一个时代 公孙衍是魏国西河人 他也为秦国效力 西河学派的徒子徒孙 源自魏国但大多成为魏国的对手 公孙秧之后 公孙衍率领秦军公卫 一场战役就斩首八万卫军 黄河以西之地 敬归秦国 公孙衍之后是张仪 魏人张仪担任秦国相邦 数十年时间 以连横之策 不断蚕食魏国 先生请 大王请 寡人老了 只喜吃羹 大王的羹果然是美味啊 寡人实不甘胃啊 先生知道 天下没有比魏国更强大的国家了 可是到寡人这里 东边败给了齐国 我的大儿子 也死在了战场上 西边 秦国夺走了七百多里土地 往南 又遭到了 楚国的羞辱 寡人不连见先祖啊 长寿的魏惠王 是第三任国君 在魏52年期间 魏国失去了霸主地位 一蹶不振 世人 成了魏国 解不开的魔咒 魏人饭居 有大志 尹家贫 无以见魏王 只能充当 大夫虚谷的门客 大夫虚谷的门客 来 喝酒 相邦魏齐 审魏国贵族 一百多年来 魏国的相邦 主要由王氏子弟担任 魏石家族 从未真正信任过世人 魏大人 这个饭居心怀不贵 你看这几日 我都不得了 太久了 停 饭居 启国 是魏国的侍仇 我们这里 竟然有人 斯通齐人 就是你 反击 看你的面相 就像个贱人 夏宝 反军不是贱人 给我打 反军不是贱人 这个贱人 夏宝 这个贱人 打了 反军不是贱人 打了 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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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惹记谋策 是 走 不要影响相邦喝酒 来 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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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 真是好酒量 该死的反军 这个贱人 死有余辜 这个反军 竟敢私通其人 真可恶 死有余辜 死有余辜 来 我叫 反 番区 放了我 来日 定他 报恩 秦始 请 小人张璐拜见秦始 你叫张璐 回秦始 小人叫张璐 我的朋友张璐 谢秦始 死里逃生的范居改名换姓 在秦国使者的帮助下逃往咸阳 秦国是世人的乐园 战国后期 在秦国的挤压下 魏国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远交进攻 蚕食土地的基本国策 就来自于范居 魏国使者虚骨 求见相邦 使者认识相邦吗 我的故舅范叔 是相邦的门客 请为我通报一声 范叔 没听过范叔啊 不过相邦 以前倒是姓范 叫什么 范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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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为国罪人虚骨 在此等候发落 虚骨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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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实该死 虚骨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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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配做人 你是牲畜 来人 叫情图 为牲畜 为牲畜 好啊 好好好 昨日你給我增袍 好 說明你還念舊情 就留下你的性命 多謝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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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告訴魏王 將魏齊的人頭送來 否則 屠路大良城 多謝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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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走走走走走走 雅字必報 說的就是飯局 你們都出去吧 你們都出去吧 飯局啊 飯局 如何對待世人 秦國和魏國完全相反 秦國之崛起得益於世人 歷任秦王對世人無不愛護有加 為了替飯局報仇 秦昭王以武力威脅 曾經的相邦為齊走投無路 只能自殺 公子何時 有大方的虎逃嗎 你們無法輸出 一聲 放昔 一聲 公子单车前来 只带了一个门口 就想取代我 大战在即 将军竟敢违抗大王之命 我是朱翰 谁敢 竟比违抗王命 与其他人无关 我是魏无忌 大王的亲弟弟 公元前257年 秦昭王在长平之战后 企图一举攻灭赵国 信陵君切夫就招 面对咄咄逼人的秦国 他不仅是魏国 也是六国的一线曙光 无忌啊 你是寡人的弟弟 怎么能住在赵国呢 天下人 怎么看我 无忌道歉虎福 犯了死罪 不敢见哥哥 过去啦 都过去啦 秦国 又要攻打大梁 寡人 担心哪 秦军 如果攻破大梁 毁了宗庙 你我 怎么见祖先呢 在生死存亡之际 魏王不得不任命 信陵君为相邦 信陵君以异己之力 联合五国抗秦 秦国一时无法动静 大王有令 请公子交回相议 秦人散布信陵君 自立为王的谣言 多疑的魏王 霸出了信陵君的相位 魏国失去了最后一个大财 灭亡已不可逆转 哥哥 你还是不信任我 一百多年来 魏国一直无法逃脱这个魔咒 一边源源不断地制造人才 一边孜孜不倦地为对手输送人才 他们自大而多疑 有大财而不用 这些大财最终协助他国或削弱魏国的实力 或直接灭亡了魏国 公元前二百二十五年 秦军攻占大梁城 魏国之王 在北先变法 魏国成为战国第一个霸主 曾经实力相差无几的兄弟 如今变成了巨人 巨下 面对强大的魏军 韩昭侯一筹莫战 卫营率十万卫军包围了宅养 诸位都知道了吧 军上赶紧派使者向赵国和齐国求援 寡人担心援兵未到宅养早就陷落了 军上 军上 赵阳答复貌似赌产 不幸中见而亡 赵阳畏在旦夕啊 军上 赵阳畏在旦夕啊 军上 军上还在赵阳 赵阳不能丢 国家威难 你们就没有什么办法吧 要你们何用 军上 神不害说 他有解救摘阳之策 神不害 寡人未曾听说 换 换 神不害 小臣神不害 拜见军上 起来 谢君上 神不害 如何解救摘阳 小臣以为 以目前的形势 解摘阳之位 唯有君上 君上 行执归之礼 拜见魏后 魏后定会扯兵 君上乃天子册封的诸侯 如何行仁臣之礼 神不害 也皆是谋害君上 相当 任一时之屈辱 换来国家的安稳 君上 柔弱 往往能战胜刚强 况且 天下会应此事 而同情韩国 增恨魏国 一举三德 请君上 三思 你叫 神不害 君上 神不害 世人出身 长期研读法家之学 韩昭侯听从 神不害之策 魏国果然退兵 神不害 从此 神不害 开始进入韩国的权力中心 这个人 将彻底改变 韩国的命运 一年之后 魏国又起兵法兆 包围围 包围了赵国都城 邯郸 在身不害的建议下 韩国跟随其国组成联军 违魏救赵 联军不但解了邯郸之围 而且大败为军 韩国 韩国 居天下之中 看看我们的周围 哪一个不比我们大 哪一个不比我们强 魏国 楚国齐国都因变法而称霸 再不变法 恐怕韩人迟早无立锥之地 神子 从今日起 寡人 为身子为相邦 殿法 身不害身安纵横之道 又能洞察国君的心思 公元前三百五十一年 韩朝侯委任身不害为相邦 推行变法 先祖的基业 在寡人身上 韩人图存争强 就托付给身子了 韩国的命运 就这样交到了身不害手上 谢君上 李国刚刚半个世纪 年轻的韩国发现 竞技场上的对手们 一个个绑大腰圆 虎视眈眈 韩国虽然充满活力 但先天不足 身不害将把韩国带向何方呢 那种恨到叶 无所以 没有什么 俞眈活 养着 墙子 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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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段氏济代辅佐韩侯 为何遭此惩罚 段氏私修堡垒 拥兵自重 皮质不存 毛将烟腹 奉国君之命 财产重拾国库 私兵连入国兵 沈不害 你是韩国的祸害呀 在韩昭侯支持下 沈不害收回贵族特权 以其资产充盈国库 解散贵族私兵 与国兵混边训练 韩军不仅数量增加 战斗力也迅速提高 战国时代 弱肉强食 诸子百家掩齐西谷 法家一枝独秀 作为法家坚定的门徒 深不害变法 也以富国强兵为宗旨 但他更强调国君的权力 贵族被消灭之后 有机会威胁国君的 只有官员 自从有了人 就有了权术 而深不害 是第一个为权术 建立系统理论的人 深不害 孜孜不倦追求的 就是在韩国实现 完美的数值 应任而受官 寻名而择实 做臣子 当既不怠惰 又不跃权 一心一意 尽职尽责 方对得起国君 术是国君 驾驭官员的方法 监督和考核 使权术 有利于励志清明 宅阳郡守 宅阳郡守 鞠躬尽瘁 为国君分忧 着生尚大夫 谢相邦 平阳司空 平阳司空 跃权行侍一次 罚金五十 冲国库 太史 太史 行贿司徒 拾金 下御待审 阳术之外 还有阴术 阴术的目的 就是控制 和防范官员 一阳郡守 一阳郡守 两次非议国君 一次酒醉之后 一次如厕之事 按律 使义行 降为庶民 在国君和官员之间 深不害建起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墙 墙的一边是国君 草杀生之饼 这是猎人 墙的另一边是官员 他们战战兢兢 是猎物 快去吧 这车睡着了 小臣怕君上着凉 你是典官啊 是 典医在哪里 君 君上 起来 你是典官 却干了典医的事情 这是越权 你是典医 不干典医的事情 这是失职 来人 没人 仗机二十 君上 君上 小臣错了 小臣错了 韩昭后成为申不害最好的学生 申不害教导国君要无为而至 国君唯一的工作就是琢磨和审视官员 并进行评判和赏罚 并进行评判和赏罚 换厨师 君上 从今天起 你就是寡人的厨师了 谢君上 谢君上 胆大包天 竟敢在寡人的羹里放生肉 小人鬼秘先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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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除尽师货罪 你是唯一的受益者 雕虫小技 如何骗得了华人 你今日放生肉 明日就会投毒 有驾驭之术 就有应对之法 光明磊落消失了 互相觊觎 安全感消失了 人人自危 君上 你一阳 还没有消息吗 还没有 君上 魏军又增兵两万 一阳 一阳最多坚持三天 说话呀 怎么没有人说话呀 齐国有消息吗 也没有 老奸巨华的齐人 难道 真的见死不咎吗 君上 君上 七国出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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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兵了 成功了 阳拉 群上 七国出兵了 对吧 军上 韩国 平安了 军上 韩国平安了 辛苦相邦了 亲相邦歇息 谢谢军上 申不害当权二十多年 韩国励志整肃 强盛一时 被称为禁韩 然而 树制之风 也埋下了韩国灭亡的种子 申不害之前 韩国是一个耿直 而充满了理想的青年 申不害之后 韩国迅速蜕变成一个老谋深算的中年人 公元前三百四十一年 韩国借齐国之力 在马陵重创卫军 为国元气大伤 从此衰落 韩国引祸于他人 终于消除了多年的心头大患 韩朝侯死了 但他主导的树制 已经改变了韩人的性格 强悍和宗旨消失了 权术和阴谋大行其道 君臣勾心斗角 官场尔虞我诈 一己之安危被视为最高利益 国家兴亡为己任的高贵品格 荡然无存 战国中期之后 韩国彻底沦为 避祸谋人的树制之邦 北方的霸主倒下了 而西方又站起来一个霸主 商鞅变法之后 秦国势力大增 开始向东扩张 韩国首当其冲 韩国不幸 冥冥之中又遭遇了军事奇才白起 大争之士 天将战争之神 战国中后期 白起以一人之武功 塑造了战国格局 面对强大的秦军 曾经的死对头不得不结盟 韩卫联军在衣缺阻击秦军 战争的结局令人震惊 二十四万联军被十万秦军全部揭秘 韩人拒绝坐前锋 当卫人被攻击的时候 也拒绝救援 勾心斗角延伸到战场上 失败早已注定 一缺之战 韩人仅存的筋骨被打断 局上 叶王义降秦了 又是白起 前年攻我行程 去年绝我太行道 今日 又拔我野王 可我的白起 这是 要灭我韩国 大王息怒 野王没了 秦政和上等之间断了 上等怎么办 秦王狡诈 拔野王 而孤立上等 拔野王 施了上等 寡人 如何和谢王交代呀 相王 说句话呀 大王 请给臣一些时间 斟酌 想王尽快想出对策 秦国用远交进攻的策略 蚕食韩国的领土 上党 上党是韩人崛起之地 上党丢了 韩国就会失去将近一半土地 章 章平是汉朝开国功臣张良的父亲 其家族辅佐了五代韩王 与申不害一脉相承 张氏子孙以权谋之术 闻名天下 庭义之事 相邦有难言之隐 寡人看出来了 大王 臣有一计 可见上等困境 先派使者去咸阳 告诉秦王 韩国愿意将上党献给秦国 秦王因此会感激大王 章平 你在说什么 在暗中派人去邯郸 把上党送给赵国 赵国站上等 秦赵必有一战 虎狼相争 两败俱伤 韩国 可存 相邦之谋 真大谋也 赵国 赵国 赵国如果不接受上党呢 赵王向来畏惧秦王 赵王最信任的人是赵胜 冯婷 冯婷是上党人 和赵胜有交情 大王放心 冯婷一定说服公子赵胜 大王委任冯婷为上党郡守 上党郡守和人民宁死也不相勤 与大王无关 相邦的意思 冯婷明白了 像曾经一样 韩国选择将货水引向别人 赵国接受了上党 上古时代最大的一场战役爆发 战争结果改变了历史 开门 是赵人 从长平来 告诉大王 赵人 败了 四十五万兆人死在长平 赵国的脊梁被亲人打断 韩氏曾经冒死拯救赵氏孤儿 三百年后 为了苟延残喘 韩国躲在后面 毁掉了唇齿相依的兄弟 战国后期 赵国是秦国仅存的对手 赵国被打断脊梁之后 韩国失去了最后的依靠 大王 想忙 四十万赵军都被杀了 长平 血流成河呀 秦军呢 秦军呢 秦军撤离了上党 冯婷在何处 军手 战死了 全身 插满了箭矢 天杀的白棋 就是一个人徒 赵国 就要灭了 赵国 赵国 不会灭 赵人 只会更憨其人 设计平安 全来相邦啊 长平之战后 仅仅两三年 秦国就恢复了国力 继续蚕食韩国 韩国最终还是失去了上党 只剩下两郡的土地 大王 正国 天下第一水宫 拜见大王 小陈正国 小陈正国 大声谢 寡人耳朵不哈 小陈正国 坐 秦人 躲我土地 杀我人民 相邦说 你 能救韩国 大王 小陈除了治水 什么都不会啊 去秦国 为秦国治水 秦人忙于水室 就无暇秦寒 天下 秦人 秦人 君 — 王 秦人 姙夫人 很有力 从 天下 寡人 就靠你了 国家威望 张平也垂垂牢矣 除了继续以谋术拯救韩国 他没有别的选择 水公正国入秦 说服了秦国将精水引往落水 人力和物力被投放到水利工程上 秦国放慢了攻打韩国的脚步 大王 大王 这个贱人 贱人 真是没想到 是啊 这个贱人 真 郑国 你这个贱人 竟敢欺骗寡人 大王 小人是韩人 受韩王所托 不得已啊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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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渠救不了韩国 寡人不杀你 还要让天下的人都记住你 郑国 从今日开始 为秦国遭取 取成 就叫正国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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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正国 记住 为秦国遭取 谢大王 水公正国 爱职业超过了爱国 最终背叛了韩国 大王 想法 想法 叔叔 快入座 叔叔 秦王要叔叔入秦 负责就攻打韩国 秦王 秦王贪得无厌 先祖的基业 又毁在韩安手上吗 公子 秦若灭诏 韩国 或许还有机会 韩是后义 没人愿意亡国 韩非 明日便动身 叔叔叔 请饮酒 秦王 秦王 赢政 被韩非之才打断 韩国 借机派 韩非 入秦 大学者 做贱人 这是掉下悬崖之前 最后的一波 先灭韩还是先灭赵 寡人 犹豫不决呀 韩非 你以为呢 大王 当然是先灭赵 大王 当然是先灭韩 良知大道 赵之竹臣 像瑶谷这样低贱的人 大王不能用 江太公 管仲 百里西 皆为低贱之人 也是智势能臣 姚谷以大王之金 自教于诸侯 谋一己之死 韩非 乃韩国公子 为韩不为秦 韩非所谋 即为存韩 大王灭赵之后 一声令下 韩国自然就归附了 何必灭韩 韩非之血 大王可用 韩非之人 大王不能用啊 李斯 大王 你以为呢 公子耗酒 李斯能做的 只有这些了 李斯 是秦王 要杀我 还是 你不如我 一代思想巨匠 韩国的王族公子 韩非 死在了秦国的监狱 阻挡一桶大叶的人 即使才华盖世 也不能存活 生得伟大 死得卑微 韩非之后 韩非之死 敲响了韩国的桑中 公元前二百三十一年 公元前二百三十一年 韩非死后两年 秦军东晋 因为石韵不济 韩国选择了树制 也因此改变了国家的气质 当强悍和耿直消亡后 苟活成为韩人的兵性 六国之中 韩国第一个灭亡 韩国之王 王于在诸国博弈中 奉权谋之术为国策 放弃了熬练真正的实力 韩国的历史 是一曲小国的悲歌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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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离开魏国呢 将军 请起身 请起身 将军比寡人高出许多呀 这是本王最喜欢的甲筑赠予将军 将军 这是先王的剑 叶赠予将军 公元前386年 原魏国将军吴起来到楚国 楚国就托付给将军了 楚大王任命吴起为令营 开始改革 令营 请挤 楚国大部分土地都实行自治 自治的贵族与楚王貌合审理 即使是楚王直接管辖的领土 豪门大族也是此起彼伏 为节省风楼 充实国库 即日起 裁撤官吏 三百十以上者 趋势五十人 警势六十人 昭势六十人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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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起乃贪恨好色之徒 不能让他毁了楚国呀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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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让吴起毁了楚国呀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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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起的法令 就是本王的法令 上大夫曲一旧 祖孙三代未立军功 取消封号收回封地 前往月地 唯你天道 唯你天道啊 无奇 你这个祸人 无奇 你这个祸人啊 你们 无奇要做的 是颠覆楚国数百年的传统 削弱贵族的权力和财富 加强王权 改地方自治为中央集权 徐大夫 谢你一日离开都城 容若不然 就是谋反 无奇 你唯你天道 不得好死 无功的贵族被迁到蛮荒之地 为国家创造新财富 收编贵族豢养的私兵 壮大国家军队 无奇将楚国的贵族 都变成了自己的敌人 无奇 放我回去 我要回阳城 无奇 无奇见不到阳城的私兵 大夫就回不了阳城 楚国的大夫 家家都有私兵 你为何只求你我一人 大夫是第一个 大夫 只要把私兵交给楚王 就可以回阳城 你 无奇 无奇 有多少人要杀你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无奇 你放我回去 我要回阳城 无奇 我要回阳城 无奇 出身平民 命运多窜 在垂暮之年 他终于实现了一个世人最高的理想 变法的同时 无奇率领储君 南征北伐 向南 储君深入到越地 将疆域拓展到洞庭苍吾 向北 收复了被魏国占领的陈蔡故地 楚国的势力 一直延伸到黄河之滨 无奇 兵镇天下 威服诸侯 令音怎么还没有消息啊 大王 大王 大军已过梁门 令音说他要在大河驿马 寡人的仇终于爆了 大王 我人高兴啊 倒酒 令音在 为人就不敢犯楚 大王 大王 公元前381年 无奇在外征战之际 楚道王突然死亡 等待无奇的 是一个杀计四伏的楚国 杀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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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杀无奇 在楚王的葬礼上 无奇被群起而上的贵族杀死 杀无奇 杀无奇 刀光血影的背后 屹立着一个庞大 而不可战胜的天神 这个天神 就是楚国与生俱来的贵族传统 无奇 无奇想打败这个天神 他的努力 犹如皮肤汗术 与秦国惊天动地的商鞅变法相比 无奇在楚国的改革 刚刚开始 就结束了 杨成军 走 楚王有力 杨成军有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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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位的楚王诛杀了七十多家贵族 罪名是伤害先王的尸体 对以身殉国的无奇 竟然没有任何感恩和尊重 无奇是一介平民 而楚国仍旧是一个贵族的国家 没有人意识到 无奇是这个贵族之国最后的机会 战国中期 首先是齐味争霸 紧接着秦国崛起向东扩张 南方的楚国因此平静地度过了半个多世纪 直到秦国占领巴蜀 开始蚕食楚国的西部 只要与其绝交 秦王即现商务之地六百里 放松于大王吃下 相邦不是说笑吧 国家大事岂敢玩笑啊 好 一言为定 张仪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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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问大王何事可贺 秦国要将商务之地还于楚国 商务本就是楚国列祖列宗留下来的伏地 宝地 难道不值得同喜同贺吗 大王 屈原不解 秦虎狼之国 怎么可能献帝给楚国呢 楚国与齐国结盟 秦国胖 楚国与齐国断脚 秦王即刻献上商务之地 此事 此事寡人已经决定 大王 秦人 秦人贪恨 张仪更是势力之徒 一向寡连贤耻 大王不可轻信啊 你不要再说了 就按照寡人的想法做 你作为寡人的做徒 如何与齐国断交 就看你的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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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商务是楚国西部的门户被秦国占领 公元前三百一十二年 楚怀王和秦国相帮张仪达成协议 换取商屋之地 作徒啊 寡人收回商屋之日 就是向北方派兵之时 那个时候 楚国的疆域将更加辽阔 寡人也会像武王庄王一样 剑功立业 楚人不会忘记你我君臣 大王 这个骗子 不杀张仪 寡人就不是楚人 这是楚国的耻辱啊 备战 发兵 寡人与秦国 拭目两立 楚国遵守了约定和齐国绝交 但秦国拒绝出让商屋之地 张仪欺骗了楚怀王 愤怒的楚怀王派兵攻打秦国 楚军被斩首八万 丹阳和汉中之地落入秦国之首 楚怀王增兵攻勤 结果又大败于蓝天 外墙中竿的楚国被打出了原刑 为了避免挨打 楚怀王派儿子雄恒去秦国做人质 小人 小人无心 小人无心 小人之罪 狗妞的情人 小人无心 小人之罪 小人之罪 别打 狗一样的情人 狗一样的情人 打你 我是秦国大副 公子为何殴打我的仆人 你的仆人 就不能打吗 这里是秦国 不是你们楚国 秦国 有什么了不起 公子是秦国的人质 就得遵守秦国的律法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公子是秦国的人质 截拗不逊 我行我素 是楚国王室的基因 雄恒杀人之后 逃回了楚国 秦昭王提出在五官会盟 楚怀王不顾屈原等人的反对 坚持赴约 他要为儿子的冒事 承担责任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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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徒 你回去吧 寡人 偶尔则会 大王 此行凶险 其人是恶狼 大王一定要小心啊 知道了 回去吧 这屈子真是忧国忧民 父亲做什么都是错的 到底谁是楚国的王 嗯 楚国多几个像左徒这样的人 寡人也不至于此 那像你们正在想着如何受贿 享乐 乌生生非 你若不是寡人的儿子 早该说编剧了 在国以诈成风的战国时代 楚怀王仍旧坚守春秋时期的道义 好啊 公子 公子 舍法 他 那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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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在秦国 半年有余 不知何时能够归来 不知何时能够归来 父亲在秦国 半年有余 哥哥归来做楚王 天经地义 不能再等了 大王在秦国受罪 应该派人去秦国 营救大王 派大夫去如何 国家不可一日无君 太子请及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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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 太子请及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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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怀王果然被秦国绑架 雄横即位 史称楚湘王 秦王说了 酒还是要喝的 在残酷的战国晚期 任何天真和单纯 都是无法承受的奢侈 只有血与火浇灌的 实用主义之话 才能在这个冷酷的季节怒放 卑鄙 秦人 英俊 你不配成我 你是个小人 小人 你想让寡人 出卖楚国的土地 就想 就想 寡人是什么人 华人是英雄的后代 出华已有新王了 出华 哈哈哈哈 主人叛我 情人欺我 主人叛我 情人欺我 主人叛我 疯了 情人欺我 主人叛我 情人欺我 主人叛我 被囚禁三年之后 楚怀王死在了秦国 公元前二百八十四年 念念不忘楚怀王的屈原被流放 这一年 齐国几乎被燕国灭亡 楚国失去了最后一个可靠的盟友 秦国致命的一刀终于砍向了楚国 公元前二百七十九年 有战神之称的白起攻打楚国 秦军占领了邓城之后 攻陷了楚国的别都燕城 数十万楚人丧命 英城危在旦处军却没有守城之力 百姓开始逃亡 战火时期 贵齐赵秦四个大国先后称雄 狭小如韩国也强劲一时 偏远如燕国一度几乎灭了齐国 唯独楚国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强胜过 贵族分支的楚国 资源和力量分散 很难整合在一起 面对强大的秦军 楚军很快就战败了 哥哥 哥哥赶紧吧 再晚就来不及了 可恶我的秦人 让天下不灵 天上的白旗 是个人土 白旗会造报应的 大离当前 楚湘王不得不放弃 经营了数百年的都城 英都被占领 楚国王室的陵墓被毁 宗庙被移平 国破家亡 流放在外的屈原 投水而死 楚国失去了核心之地 从此一蹶不振 战国后期 楚国将都城迁到偏远的寿春 仍旧无法摆脱 梦魇一般的秦国 无力抗秦的楚湘王 只能将儿子雄婉 送到秦国做人质 公子 先生有事 大王 恐怕不行了 再秦国十年 我都想不起来 大王的样子了 公子 得赶紧回楚国呀 怎么回去啊 亲人像狗一样 整天跟着我 我一想好了法子 找了可靠的人 今天晚上 你就可以走了 在黄歇的安排下 熊婉逃回楚国 黄歇就是大名鼎鼎的 春申君 战国四公子之一 拜托先生了 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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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渊求见 雄婉集位之后 春申君做了令营 控制了楚国的大权 控制了楚国的大权 主军 主军 他有一个来自赵国的门 门客叫李渊 主军 李渊将自己的妹妹 献给了春申君 你是李渊的妹妹 是 主军 赵女之色果然是冠决天下呀 主军好眼力 来 走 来 走 谢主亲 来 坐 这宫里这么多女人 大王怎么会不行呢 大王如果没有子嗣 大王的兄弟迟早做王 且是很担心主军啊 主军做楚国的令营 二十多年了 大王的兄弟对主军 一定有怨言 大王的兄弟对主军 一定有怨言 军rar王 整个楚国 就怪主军所有 期时 也就放心了 没有主角 就没有妾室的今日 主角 主角 赵女之色 果然名不虚传 过来 这是我的门客 李源的妹妹李燕 如果大王喜欢 就留在宫里吧 大王 早点歇息吧 李源的妹妹怀孕之后 春生君将她献给了熊丸 除烤猎王 唐狼不产 黄雀在后 李源 天下的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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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生君想不到 鲸鱼算计的他会被别人算计 靠烤猎王死后 李源控制了楚国的大权 杀光了春生君的家族 但春生君儿子仍旧做了楚王 楚国王氏的血脉已经混沌不清 天下的李源 李源 李源 天下的赵人 还不跪下 李源 李源 老实 李源 齐 邑 小 你交不了楚国 十年后 考虐王庶出的儿子傅楚 以霍乱宫廷为由 杀死了李渊 自立为楚王 这时候 秦国发动的统一战争 已经如火如荼 公元前231年 秦国灭亡了韩国 赵国和燕国也相继陷入 公元前225年 在灭亡了魏国之后 秦军将矛头指向了楚国 楚人不团结 但从不软弱 桀骜不驯 深埋在他们的基因里 秦人就要来了 这一次 嬴政要灭亡楚国 刘国就剩下齐国和楚国了 齐国人靠不住 我们只能靠自己 先祖碧露蓝旅 开疆拓图 八百年的楚国 不能亡在我傅楚的手上 秦军不退 傅楚 不屑家 楚国不亡 楚国 在亡国灭中的前夜 楚国的贵族们 开始放弃一己之死 集结在傅楚周围 合力抗擒 不放不放 不放不放 在战国最后的岁月里 楚国是六国中最铁骨铮铮的一个 公元前225年 项燕率领的楚军大败秦军二十万精润 天下震惊 五国或战或降 都没有对秦国造成致命的威胁 唯有楚国令秦军胆寒一失 祝国不亡 第二年秦国以举国之力调集六十万大军南下 楚王复楚拒绝投降 战至城阔而背负 桀骜不驯的楚人可以被打败 但不能被征服 停 看样子是个将军 你叫什么名字 告诉王姐 楚岁三户 王秦必处 叫什么名字 我叫项燕 楚岁三户 王秦必处 宝贝 王秦必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城陷落之后 楚国王室继续抗亲 直至最后一刻 楚国保持了一个大国的尊严 但无法避免灭国的命运 楚国建立在分支的基础上 分支的贵族以各自的利益为重 资源和力量始终无法聚合 战国一世 楚国虽广袤 但从未强盛 灭亡成为必然 大王的琴弹得真好啊 邹子刚来 如何知道寡人谈得好呢 听大王琴音 大贤浑厚而温暖 小贤清亮而明晰 手指时而紧张 时而舒缓 大小相鹤 高低相随 简直就是 天赖之音 天赖之音 邹子精通音律啊 邹记以为 治国之道 与弹琴相通 大贤小贤 如君臣 上下相通 手指用力 如正令 张弛勇至 回旋往复 而不紊乱 五音 可谓和谐 大王的琴音 就是治国安民的道理啊 说得好 走此时代相邦之才 谢谢大王 搜起一番鼓动 唤醒了田音齐 沉睡的激情 魏国和秦国的变法 由世人主导 而齐国变法的主导者 是国君 作为前世的后裔 齐威王田音齐 也是谋略大师 阿成大夫 大夫 大王 寡人在林姿 每天都能听到赞誉你的话 据说 俄城的百姓过得很富足 是这样吗 托大王的福 是这样的 好 本王有重赏 谢大王 积莫大夫 大夫 大王 寡人身边 每天都有人指责你 积莫城的百姓 每天都怨声载道 是这样吗 大王 小臣尽心尽力 不敢有一丝苟且 不知指责从何而来 好 是非自有功论 随寡人来 赞赞过俄城大夫的人 到前面来 华人曾派人巡视过俄城 田野荒芜 百姓苦不堪言 你们为什么要说假话呢 来人 大王 好一个俄城大夫 竟敢贿赂寡人身边的人 索取名誉 寡人 今天就要碰杀你 来人 大王 饶命啊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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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臣至座啊 指责过积莫大夫的人 寡人也记得 大王 大王 华人派人巡视寂寞 百姓各个安居乐业 东方因此而安定 你们只因所惠不成 竟敢诬陷国之栋梁 这些人 是齐国的蛀虫 是齐国的祸害 我烹杀你们 不足以平民愤 来人 大王 大王 大王饶命啊 大王饶命啊 齐末大夫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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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齐国的大才 寡人看在眼里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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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桂林和马林两场大战 齐国终结了魏国的霸权 依然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头号强国 齐人善谋 中国最高水平的兵书都诞生在齐国 著名的战术家有不少都出自田石王族 齐国不仅是第一强国 也是天下的文化中心 有才之事几乎都会聚在林姿的纪下学宫 这里学术自有 百家可以争名 齐威王死后 儿子田匹江即位 天下有才之事 尽在齐国 寡人之幸 齐国之幸 大王 李贤夏日 六国之事 吾不闻风而来 坐吧 坐吧 听说言处很有才 请言处上前来 言处 大王唤你 言处 大王唤你 大王请上前来 言处 大王是人君 你是人臣 你这么说对吗 我上前是屈炎覆势 大王上前是李贤夏势 请大王上前来 你 你 你 言处 还不给大王行礼 言处 是人尊贵还是君王尊贵呢 自姚舜以来 君主一直自称寡人 寡人的意思难道不是甘居人下吗 言之有礼 寡人心悦成福 希望能够成为您的学生 前世第五代齐王心胸宽广 既下学功也达到了鼎盛 其学术水平之高 令今人都难以置信 人如其名 齐宣王田匹将志向远大 他又匡扶天下之心 当燕国王室动荡 国家混乱的时候 齐国不到五十天就占领了燕国 燕仁因痛恨王室 对齐人笑脸相迎 以解放者出现的齐人 很快就露出了争鸣的意义 他们抢劫宫殿 搜刮财富 杀戮燕仁 以至于毁坏宗庙 将燕国的祭祀重器 都掠夺以空 有人劝寡人占领燕国 有人劝寡人不要占领 孟子的看法呢 占领 或者不占领 得看燕国人民的反应 顺应民心 才是王道 放纵的齐人 熄灭了齐宣王的天下之心 有压迫就有反抗 醒悟过来的燕人开始战斗 齐军不得不从燕国撤退 蒸发燕国 给齐国的未来 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孟子有所不知 寡人有吉啊 寡人好玉 好色 还好钱财 这些都不是王道 寡人该如何是好啊 大王喜欢钱财 能想到人民也喜欢钱财 大王好色 能想到人民也好色 这就是奉行王道啊 先生说的有道理 来 田氏带齐 发端于百宫之位 对财富的热爱 源自于家族基因 王氏和贵族享乐之风盛行 奢华达到了极致 战国齐熊 工商业最发达者 是齐国 商业文化塑造了齐人的性格 和国民精神 齐人普遍喜欢钱财 上行下校 民间和市井也热衷于享受生活 齐人发明了醋居 这是现代足球的发端 醋居婆才 斗鸡走狗 林子人的幸福生活 非六国人可以想象 齐国的韶月 令孔子三月不知肉味 林子还是情色之都 王氏直接管理着天下最大的忌愿 林子的人口达到了三十万之中 大约三分之一的人 从事商业活动 齐宣王去世 儿子田地继位 他就是齐敏王 齐敏王愁愁满志 他想实现先王未完成的理想 直到做天下的王 今日之事与儿等无关 我是大夫田甲 齐国的公事 要和大王说话 田甲带了多少人 不到一百人 不到一百人 把架子放下 田甲 为何拦截寡人 请大王归还我家的封地 都是田氏子孙 大王为何要赶尽杀绝呢 寡人是齐王 齐国的土地就是寡人的 大王是要学秦国吗 学他干什么呀 但是你说对了 寡人就是要学秦国 这众家王 文杀天疑 所上百区 杀天家主 王爽百区 杀天家主 王爽百区 杀天家主 王爽百区 为了家族的意义 田氏曾将子孙分封到齐国各地 齐国的贵族实力雄厚 有自己的土地和军队经常与齐王作对 为了推行新政 首先就要打击这些不听话的贵族 贵族中权势最大者是他的堂兄田文 田价是对的 田地在学秦国 我们迟早都得逃亡啊 孟长君田文是齐威王的孙子 战国四公子之一 他有自己的封地 幻养的门客多达数千人 离开齐国 去哪里呢 宋轩 田甲和公子有往来 齐王是知道的 公子此时离开齐国 齐王必定认为 公子就是幕后指使啊 难道我们 只能坐以待毙吗 公子不用担心 冯玄已经安排妥当 冯玄 你真的有策略吗 田甲结王与田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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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生命作保 田甲结王与田文无关 田甲结王与田文无关 田文的门客什么人才都有 有些贡献有些贡献有些贡献记忆 这三个门客贡献的是生命 田甲结王与田文无关 我们以行命作保 他们以生命暴达主群之恩 好 好 好一个天甲田文竟然敢威胁寡人 天下人只知天文不知有齐王 岂有此理 听得懂的人就站起来吧 从先祖制寡人历经十四代 田氏一统天下之大愿 一定要实现 谁也不能复当寡人 其果虽然富庶 但财富和人口大都掌握在贵族手里 另外 其人好发议论 思想五花八门 直接影响新政的推行 大王有令 世人空谈妄议 图号钱财 于社稷无异 自今日齐 关闭记下学宫 所有世人非齐人者 三日内离开齐国 天行有长 极凶可测 这一天果然来了 该离开了 走吧 齐民王解散了 几下学宫 大多世人离开齐国 其中就包括大学者荀子 唐帕皇 走 走 走 照大王令九 死罪 谁以大王者 死罪 与大王二心者 死罪 商鞅变法 孱弱的秦国成为西方霸卷 削弱固族势力 统一思想 秦勉王想在秦国复制秦国的成功 提心吊胆的田文 最终还是逃离了秦国 这个秦国公子 将给祖国带来灭地之灾 大王 秦国向寡人提议 秦王称西地 寡人称东地 这个东地寡人做还是不做呀 大王 攻打赵国 对秦国和齐国谁更有利 对秦国更有利 那攻打宋国呢 对齐国更有利 大王放弃地号 天下都会感谢齐国 齐国可趁此机会 联合赵国攻打秦国 列国都会支持 六国混战之时 宋国可灭 齐国大业可成啊 苏子之言言之有理 宋王暴虐 明怨冲天 寡人一直就想替天行道 请大王替天行道 大王 与秦王任用世人一样 齐敏王也找到了自己的客亲 苏秦 他听从了苏秦的建议 决定灭王宋国 宋国与齐国相邻 是历史最悠久的诸侯国之一 宋人善于经商 都城商丘和陶丘 非常繁华 齐国一直寄予 宋人的财富 浴血奋战的齐军 终于灭亡了宋国 齐国的威望 已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顶峰 急胜而衰 没有人想到 这是一场崩溃的开始 大王 大王 约瑟 赵王如何答复的 大王 赵王说 赵国军队随时听候大王号令 好 诸位 现在韩国 魏国 赵国 都已经答应出兵 秦国就拜托公子了 公子和秦王有交情 宋国灭亡 天下震动 六国无不憎恨齐国 齐王 杀公事 行大夫 天怒民怨 天文 一直在等这一天 齐国 回我都庙 杀我子民 寡人已经等了快三十年 我能再等了 岳子 大王 备战伐旗 齐民王忘了 父亲在位时 为他培养了一个可怕的对手 担惊截律的燕昭王一直在寻找机会 报齐国 罚焉之仇 大王 愿意率领五国联军 你入齐国境内 什么 苏子 你不是跟寡人保证过 燕国永远不会攻打齐国吗 苏秦来齐国 就是为了灭亡齐国 这是苏秦 对燕王的承诺 小人 你是齐国的相邦 难道寡人待你如此不如燕王 苏秦被天下人抛弃的时候 唯有燕王礼遇我 待我如手足 你这个贱人 拉出去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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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地烈一烫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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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亡宋国 消耗齐国国力 让齐敏王成为众矢之之地 这是苏秦和燕昭王蓄谋已久的陷阱 为了做天下的王 齐敏王终于引来了整个天下的攻击 联军失大 实力悬殊 恐怕凶多吉少 好 士兵们都惦记着回家 不想打仗 大王不给赏金 我也无能为力 听天由命吧 走 齐军遭于越议率领的五国联军一触击溃 战火时代 军事科技并不起决定作用 士族勇敢于否置观众 齐军服装整齐武器精良 但忠看不忠用 四杀生一起 他们常常丢下武器就跑 齐国的士族已经常逃跑而被对手嘲讽 齐人家境殷实 爱音乐爱祝钱 生活如此美好 没有人愿意打仗送死 齐军能战胜卫军 主要因为孙定的谋略 齐国能灭亡宋国 因为宋国相对弱小 如果遭遇大战和硬仗 士气则马上瓦解 父亲 父亲 赶紧走吧 燕君 离林子不足百里 大王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寡人的军队呢 守军都跑了 城中百姓也跑了 父亲 赶紧走吧 寡人 est 乞人 擔金结律 知在天下 却被国人背叛 寡人不明白 父亲 赶紧走吧 打败齐国的 是齐国的商业文化 齐国的国民性格 天灭寡人 天灭寡人 齐敏王至死也不明白 他的军队已经成为一支王国的军队 他的人民也是王国之民 宗族离心 大臣不亲 百姓不富 齐国不是秦国 他的理想终究不能实现 皇上 你是哪里人 继成人 你的口音不是本地人 我小时候在林兹住过 你是林姿人 来 我帮你 齐敏王死后 太子填法璋为了活命 隐藏身份躲在民间 开门 我是大夫田丹 来接齐国太子 齐国太子 大夫在说笑吧 我家哪有齐国太子 这是小女 家中还有何人 还有一个仆人 请她出来 去吧 田丹 拜见太子 拜见太子 请 早上 妈 我 有 BER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子与这个聪颖的女子早已暗通款区 这个女子将改变齐国的命运 齐人赶走了燕人 天法章成为第七代齐王 齐湘王 我收获回来接你 在苦难中相遇的女子成为王后 跟寡人走吧 王后开始参与齐国政事 太后 大王 拜见太后 拜见齐王 太后 秦国数十万大军集结于上党 高帝之上黑压压一片全是秦人 太后 这一次秦王是要灭赵国呀 赵国是齐国的屏障 就像牙齿支于嘴唇 唇王则齿寒 今日王赵 明日就会轮到齐国 太后 齐国不能见死不救啊 太后 邯郸肃密匮乏 赵军的粮食只能维持半年 赵王向太后借粮 日后 日后一定加倍偿还 赵国上一次借齐国的粮食 至今还没有偿还 齐国今年大旱 粮食也欠收了 太后 太后 齐乡王死后 儿子田建年幼 王后成为齐国的决策者 对外听命于秦国 与五国保持距离 对内不休兵备 几乎放弃了武力 天下浴血烽火 为齐国偏安于东方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太后与世无争 像极了东海的仙人 夫为不哲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做人和治国 都是同样的道理 老子的学问高深莫测 天下有几人能够领悟呢 太后 所言极事 太后所言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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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下学宫又开门了 这不过 再也没有百家真名的气象 方舍和仙人成为学宫的主人 相望 相望 秦王很是挂你相邦 秦国和齐国交好 全是相邦的功劳啊 请转告秦王 我后胜永远是秦国的朋友 齐国的相邦后胜 及其门下宾客 皆被秦王收买 秦成为秦的贱人 在秦国打军压境之前 齐国已丧失了抵抗之力 公元前221年 当秦军统帅王奔兵临城下的时候 齐人自己打开了城门 投降是齐国唯一的选择 半个多世纪前 面对燕军他们不抵抗 现在他们更不会抵抗 起来 还认识我这个老朋友吗 天下都是秦国的 你以为这些黄金会归你吗 后胜贪财 但他不明白 没有保障的财富 只是镜中花 水中饮 带头 你是田剑 我就是王奔 商将军王俭之子 齐国 一个奇异的国度 他们创造了上古时代 最为耀眼的商业文明 他们留下了一个学宫 一百五十年的传奇 在一个弱肉强强强 成时代 他们遮住耳朵 拒绝聆听远方的战 recording 他们选择享受当下的生活 齐国之王 王女齐人 大王 谁是公孙央啊 大王 相邦定得不轻啊 一会儿让我用你 一会儿让我杀你 到底是用你呢 还是杀你 你赶紧离开我一国 相邦放心 大王既然不肯听你的话用我 又怎会听你的话杀我呢 走啊 走 相邦保重 走 走 走 你 过来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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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名字 走了 走 走 魏国人公孙央来到秦国 公孙央心怀大志 秦小宫迎娶两 渴望一个扭转乾坤的大才 公孙央心怀大才 魏国为何不用 军上万万不可被口舌之徒蛊惑 我 祖宗之法 上古之礼 岂能 说变就变呐 军上 上大夫之言 似陈苍烂迷 不值一审 前世不同教 何谷之法 帝王不相赴 何礼之巡 治理国家的方法很多 只要有利于国家 何必在乎它是古法 还是心法 军上 上大孙央 你也没事吧 公孙央 你个无名之辈 竟敢如此无礼 哎 汤舞之妄也 不寻苦而兴 婴下之灭也 不一礼而亡 繁古者 未必可非 巡礼者 未足多事 辩者横强 不辩 必将覆灭 你 君上 大争之事 你死我活 当辩子便 你 君上 按时而立法 一事而治理 唯如此 方可独强 你 我 我 音寻守旧 寡人看不到秦人的前途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不可以 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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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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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君上 你 你 你 独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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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 五十斤 五十斤 由春秋到战国 中国进入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 王国灭种随时都可能发生 变法势在地心 公孙杨的眼光 瞄准了数量最为庞大的庶民阶层 国家要强大 必须依靠人民 变法的第一步 取得人民的信任 五十斤 五十斤 早知道我缺了吧 早知道 真敢 所数长公孙杨 立必行 法必一 在国军和人民之间 隔着世袭的贵族皆残 他们是国家的蛀虫 是祸乱的根源 必须彻底铲除 你们要干什么 赢钱出发心法 最当论处 来 我是秦国公子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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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公孙杨 我要练界国军 带走 我要练界国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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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无反顾的支持 公孙杨的心法 首先消灭了秦国的贵族街层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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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人 既不种田 也不打仗 对国家 有害无力 是 秦国 不需要你们 在贵族之后 世人也成为心法打击的对象 好 这些人只知道咬文嚼字 胡言乱语 如果他们得势 农夫就不会辛勤种地 士兵就不会在战场上活命 把卖货物 不上脚粮食者 及妻女 罚为官奴 放 放过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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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国也不需要商人 商人不是生产 投机钻营 卖空卖空 不需要 扰乱人心 求求你了 快走 快走 犯新法者 有罪 快走 忘义新法者 有罪 雷霆般的措施 是全国震慑 忘义新法者 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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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法 逐渐渗透到了每一个情人的血液 公孙央认为 国家必须全面而有效地控制社会资源 尤其是人力资源 所有人口都要登记 男子成年之后 必须单独利户 否则税收加倍 人口严禁流众 国家发给人民土地 私有土地神圣不可侵犯 人民和土地从此紧紧混绑在一起 国家要富强 只需要耕和战 人民只有两种职业 农服和战士 平时种田 战士大战 更战是人民唯一的获利途径 唯一的上上通道 秦国就这样 变成了一座大兵营 一家大农场 公孙杨认为民若则国强 有道之国勿再弱 民若则尊官 民辱则不决 民贫则重伤 公孙杨的目的 是将秦仁塑造成无坚不摧的战士 战伯纵横家张仪说 齐之忌忌 不可欲 畏之五足 畏之五足 不可欲 秦之瑞士 变法第十五年 公孙杨率领秦军 大败魏军 魏国从此不敢欺凌秦国 首级一个 既攻一等 功势决 首级两个 既攻二等 造势决 秦仁获得名利最主要的通道是军功 军功以斩杀敌人的首级数量而定 高压之下必有良名 重赏之下必有勇福 公孙杨的希望是 民之剑战如恶狼之剑肉 这样的虎狼之师哪里还有对手 经过公孙杨变法 古老的秦国焕然一新 推行俊贤制 统一渡两行 迁都咸阳 公孙杨塑造了全新的秦人 秦国一跃成为强国 公孙杨的荣耀也达到了顶峰 我 迎训 赵梁拜见大梁造 支禦秦国 我与百里兴比如何 大梁造承诺不杀我 我就直言不讳 侵法不以直言而杀人 请直言不讳 百里西做相邦 虽疲倦也很少坐车 虽剩下也不打散盖 而大梁造每次出门 前呼后拥戒备森严 上书中说 是德者昌是利者亡 大梁造的所作所为 可不算是德 大梁造承诺过不杀我 都下去 我不杀你 说 你杀戮贵族 监禁庶民 诗经上说 得人者兴 诗人者崩 你的所作所为 也不算是德人 一旦现在的国君去世 秦人将如何待你 赵梁真的不能想想 住口 我初来秦国 秦人如荣帝一般 父子不分家 男女同居一室 是我 公孙杨 改变了秦国 令秦国更强大 秦人 难道不该感激我吗 赵梁 你胡说八道 在大梁造的面前 众人皆俯首听命 没人敢说真话 大梁造 公子营前 已经八年不出家门了 公孙杨没有意识到 危险正在悄悄地降临 伤君 来到秦国 也已经二十年了 伤君经历之旺盛 有如当初 而寡人的身体 却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寡人 羡慕上君哪 君上是不朽之身 秦国离不开君上 寡人 寡人 离世后 望商君 待太子 如待寡人 秦国离不开的 是商君哪 去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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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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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 寡人 君上 秦孝公去世后 太子即位 这就是秦 这就是秦桑文王 公孙秧在商地享福 很久都不来都城了 秦桑文王 先去在世的时候 老夫也和公子一样 不敢出门哪 十多年了 秦人只知道公孙秧 不知国军 不知国军 商君 束手就秦吧 大王 或许会饶你不死 先君在 我是大良造 先君不在 我是秦国的敌人 前人怕我 国军既恨我 我早就该想到今日的结局 丈夫纵横于天地之间 死又何惧啊 公孙秧死于秦法 而他是秦法的制定者 秦法为国军而定 国军是最大的法 当一个人的权势 威胁到国军的时候 他难逃一心 公孙秧谋反 公孙秧谋反 车列 一三组 公孙秧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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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孙秧是中国历史上 罕见的解决人 其心肠之意 手段之固 结局之惨 对中国历史影响之大 都很难找到相似之人